前輩好 前輩好 剛剛看了前兩個隊的比賽 請問有什麼樣的感受嗎 我覺得節奏很重要 就是到後面可能會 時間越來越緊張 越跳一塊 越甩一塊 心中要有那個節奏 就是自己要把控住 盡量不要斷 有沒有希望可以超越他們 有的吧 我覺得是我們跟S隊的競爭 好 那希望粉絲可以為N隊加油 謝謝 謝謝 加油加油 謝謝 來 各種各位 準備 哇 是啊 阿芳說的沒有錯 節奏是真的很重要 N隊現在節奏就感覺很在點上 但是三分鐘是一個很長的 耐力十九戰 所以還是要節省一點體力的 不然最後就會很累 我看到我們 就是甩神的朋友們 現在已經扎起了馬步 說好了這邊的秘密武器呢 秘密武器可能是甩神的朋友吧 好 TeamX隊稍微出現了一點意外 很快 感覺非常的焦急和迫切 雖然場面有混亂 但是感覺X隊的成員很快樂 就這種又混亂又快樂的感覺 現在 N2的大家還是在 非常緊鑼密補地進行他的比賽 JEN 我發現X隊這裡有自己的獨家秘籍 真的嗎 真的嗎 快看 我發現了 他們最後兩位成員是不會跳繩 是嗎 所以每到最後兩位的時候 就讓他們自己過去 所以這又是獨家秘訣嗎 又為前面的人 真的很默契 他就知道每兩位朋友是不會跳的 哇 看我們TeamX隊還是在非常有條不穩地進行著自己的比賽 加油 真的節奏非常的棒 節奏很好 而且都很輕盈 已經拿出了跳舞的節奏感 想一絕高下了跟大家 哇 趙月是不是跳得有點太高了 好輕鬆喔 你稍微節省一下體力 巴赫還需要你 所以這邊現在已經淪為了一個表演了 這已經是表演了 已經不是在比賽了 他們已經放棄比賽了 七拳了 就是跳出自己最青春最活力最美的一面 一切以快樂為主嘛 我們偶像運動會不是以成績的英雄呢 但剛才有兩個成員跳不過去 現在只有一個了 感覺他們的重點是挑戰自己 只要能夠自己跳過去 就已經戰勝了自己 取得了勝利 跳出了他第一個 人生中的第一個長生 已經得了場下觀眾的喝彩 我是建議 這次的成員可以跳得稍微低一點 好 直肩到 哇 我們第二組的比賽呢到這邊 就高於段落了 那現在呢裁判也是在進行一個 技術的統計當中 看了剛才賽場上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 這一組自己本身的一個勝負狀況 其實是很明顯的 我覺得這是比賽和表演 他們倆之間沒有任何競爭關係 對 性質不一樣 所以呢 最終到底我們恩隊的這樣一個 非常好的表現 和我們第一組的比起來 哇 成績線已經拿到了我的手上 我們先來公布一下 我們第二輪的比賽當中 TeamX的成績是 94個 哇 破2了 破2了 剛才呢 欸欸 我還準備賣個關子的 怎麼這麼快 怎麼這麼快 所以呢 我們第二組 TeamN2的成績是169個 而我們第一輪當中 我們 欸